接下來就是全球第一線的時間了 我們要是去連線給德州州立大學的 朱宇教授 翁立忠 翁教授 你好 是 朱宇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想要先請教翁教授 其實在這一次G7之前的外交部場會談 其實也很明顯是一個 西方的民主聯盟 要聯合相關盟友的重要場合 在這一次的會議當中 有可能達成誰忙的進展嗎 是 其實我們要知道G7這個高峰會 事實上這個外長的會前會 它主要的目的是要為了在 為6月份 6月11號到13號 這個G7的元首會議先進行一個鋪陳 尤其在議題的設定的部分 我們在今天這個會前會 這個外長的會議當中 剛剛志宇也提到了 在新聞當中也提到了 跟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跟日本的外相 跟英國的外相 都有進行一些會談 在會後也都發表了聲明 不過在聲明當中 其實有趣的一點 你可以看到 布林肯強調的是 他們整個會談的重點 不在於特別針對中國 而是說沒有打算要制約中國 或者是抑制中國 而是能夠把中國拉回到 所謂的國際秩序 主要的意思是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高峰會議 透過這樣的一個國際的合作 希望可以建制一個更有國際 國際秩序的一個 重建國際秩序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我們要知道 G7的會議是1975年所設置的 這個1975年設定的 所謂的七大工業國會議 當時是為了因應石油危機 以及所謂的冷戰時期的一些挑戰 那現在的時代 當然跟過去40多年前不太一樣 在現在這個時代 如果想要針對 所謂的抗中的議題 來聯合各國 恐怕難度是蠻高的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世界各國 跟中國之間都有緊密的一些 經貿的往來跟合作 所以如果主打抗中的議題 恐怕要得到全新的投入 民主盟友全新的合作 恐怕不容易 不太容易達到所謂 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但是相反的如果把重點放在 所謂的建制國際的秩序 重建國際秩序 可能可以得到比較多的支持 這也是為什麼布林肯 在外長的會議當中 我們看到事後發表的聲明 看起來是針對重建國際秩序這一點 強調世界各國應該要公平的競爭 抗中的這個部分 看起來在言談之間 看起來把抗中的部分 抗中的這個火藥味 稍微的淡化一點 他的目的是為了爭取到更多的認同 更多的支持 我們同時也要注意到的一點是 其實歐盟國家當中有非常多的國家 現在正面臨了所謂的民主倒退 而許多的國家像是希臘 像是義大利西班牙等等 他們自己本身國內的經濟 以及國債的問題是相當的嚴重的 這也如同我剛剛所說的 當歐洲的許多國家 跟中國之間有密切的經貿往來的關係 可能沒有辦法短期之間 就進行一個切割的話 如果把抗中作為一個主軸 跟當年的冷戰時期 把抗蘇聯做一個主軸 恐怕這樣的策略不太容易成功 相反的重建國際秩序 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基調 或是一個主軸 就是為了要能夠讓民主國家 願意可以重新站在一起 我想布林肯的做法 或者是拜登政府 他在外交上的手段 已經是非常清楚了 用多邊來制約中國 但是要淡化 所謂的抗中的這個議題 對 而且從這個布林肯 相關的話題來說 他講的話題 基本看起來在 不論是包括北韓 或是中國大陸 甚至是俄國這個姿態 放的都是比較軟一點 像是布林肯提到北韓 他其實是把這個球 再丟給北韓說 思考說北韓要不要參與 而且以布林肯的話語來說 似乎姿態也稍微的放軟一點 用這樣公開喊話的方式 我想要請教 王教授 布林肯想要達到什麼的效果呢 是 其實我們看拜登政府 我們一直以來的分析 就是了解到拜登政府 其實非常強調 所謂的外交斡旋跟外交的策略 在北韓的議題上 雖然看起來表面上的言辭 其實是蠻強硬的 尤其在上個週末 4月30號所公布的 美國對北韓的策略的報告 看起來要對北韓 採取比較強硬的立場 可是我們看到他們在 G7的會前會 外長的會議當中 布林肯跟日本和韓國的見面 一再的重申 美國需要跟日本韓國 共同來合作 來針對北韓的議題 找出解決之道 尤其是講到一個關鍵詞 叫做朝鮮半島的去核化 我們要知道過去在川普時期 用的就是朝鮮半島去核化這個名詞 可是我們在時間外在往前推 沒有在歐巴馬時期 甚至在更早的布希時代 他們想強調的是北韓的去核化 這兩者有什麼差別呢 北韓的去核化事實上是比較強硬的 在朝鮮半島當中 要求北韓除去核子武器 可是美國在南韓的部署 還是可以有核子武器的建制 但是如果強調 如果用朝鮮半島去核化 它其中隱含的就一定有一點 這個空間存在 至少在北韓聽起來 或者是如果了解外交的這個斡旋 了解這個外交詞彙的美角的話 你就會知道布林肯給予一些彈性 給予北韓思考的空間 美國現在願意跟北韓談判 而且強調北韓 希望北韓能夠透過外交的途徑 重回談判桌 那美國開出來的條件 就是談到朝鮮半島去核化 如果北韓願意去核 那麼美國在南韓的駐軍 也可以沒有核子武器 我想在這樣的一個言談當中 如同志余所說的 是不是放軟姿態 或者是給予更大的空間 我想其實是蠻明顯的 很顯然的拜登政府 非常期待用外交的手段 能夠解決至少在北韓部分 希望透過外交的手段 就能夠進行順利的一些談判跟解決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布林肯也有談到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關係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關係 如果我們要不做好 和不做好 他們的決定 他們都會做到 那條件 我們會站起來 和抗議 我們會提供 抗議 我們會很關注 很關注 抗議 我們其實聽到了一個關鍵句 就是美國說 他們無意要圍堵中國大陸 只說希望大家都可以來強調 而且一起來遵守這個秩序 所以我想要請教 汪嘉老師 我們繼續來剛剛的話題 就是說基本上 第一個要建立這個秩序有多難 而且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真的會有辦法遵守 所謂美國提出來的國際秩序嗎 是 其實建立這個秩序 確實是不太容易 要國際盟友 如同我們剛剛所分析的 要國際盟友全部都on board 全部都站在同一條船上 確確實實需要很大的說服力 但是我們看美國對於 拜登政府對於俄羅斯跟中國 或者說拜登政府 在每一個單向的 單一國家的議題 單一區域的議題 都有不斷的 這個都有不停的外交 外交的策略和順序 我們說拜登政府在針對 俄羅斯的話題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拜登在競選期間 就已經開始對俄羅斯 是非常強悍的 那在就任之初呢 也針對 也不斷的針對俄羅斯 包括了網路攻擊 駭客等等的議題呢 強調俄羅斯必須要付出代價 必須要負起責任 但是在剛剛開始的 就任之初的強悍之後 接下來一連串的動作 其實都開始尋求 在外交上面進行斡旋 尤其是在美俄之間的 最緊張的氣氛呢 其實是在俄羅斯 在烏克蘭邊境駐軍 這段時間 大概在幾個禮拜之前 那段時間大概是 美俄之間最緊張的時刻 但是在俄羅斯決定 要撤軍之後 在烏克蘭邊境撤軍之後 開始美俄之間 你可以看到 它的對話 它的互相釋出善意的情況 就已經出現了 包括了俄羅斯跟美國 即將要進行 在6月份進行的峰會 雙方的元首要進行會面 這些都是朝向善意的發展 基本上雙方都不願意 讓緊張的氣勢繼續升溫 那美俄之間的態度的改善 或者美俄之間的交涉 開始有了朝向的正向的發展 其實這是按照拜登的政策 拜登的策略 或者拜登所期待的方向 正在進行 為什麼呢 其實在對美國來說 俄羅斯跟中國都是美國 必須要處理的外交重大議題 如果在俄羅斯的問題上面 可以美國可以針對俄羅斯 來進行一個重點的突破 說服俄羅斯 不需要跟中國走得太近 不需要一定要跟中國 站在一起來對抗美國 如果美國可以說服俄羅斯這一點 或許美國就可以花更多的心思 放在所謂的制約中國的策略上 或者是把資源放在更多的制約中國 這也是為什麼拜登政府到現在為止 一步一步的正在處理亞太的關係 接下來處理六月份 處理俄羅斯的關係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針對中國有一個完整的戰略 戰略報告跟戰略計畫 因為按照拜登的規劃 必須要把這些零星的問題 或者是相對來說 比較可以處理的問題 先完整的處理好 當然第二大嚴重的問題就是俄羅斯 如果俄羅斯的話題 可以在美俄的高峰會之後得以解決 那麼接下來在六月底 或者是在七月份 或許就可以專心的來處理 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我想拜登的外交政策 是有循序漸進 按照他的軌跡在走 至於說交戰的對方 或者是交手的對方 是不是按照拜登的這個理想 在進行回應 我想這個變數還是在的 但是至少拜登正在朝著 他的自己的外交策略在走 那麼很快的講一下中國的部分 在中國的部分 現在看起來 中國現在有一個比較 面對的一個問題是 跟俄羅斯或者是跟世界的其他國家 如何能夠說服其他國家 站在中國這一邊 而不是站在美國這一邊 我們最近有稍微提到 中國現在最大的籌碼 就在於他的經貿 他的一帶一路 他的經貿的這個投資 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 以及歐盟的 現在經濟發展不好的部分 所以對中國來說 是不是可以用他的經濟實力 或者他的廣大的市場 來說服可能跟美國關係 不是這麼好的國家 繼續站在中國這一邊 說服他們 讓他們覺得 也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不是理想的國際秩序 這是中國的挑戰 這也是美國的挑戰 未來的美中關係 接下來在這幾個月 許多的事情會發生 尤其是七大工業國的峰會 之後 元首的高峰會之後 或許整個美俄關係 美中關係都會產生一個新的局面 也許會更好 也許會因為中國更加的強勢 而有產生更新的變化 這一點這些都是我們值得觀察的一些變數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跟中國大陸強勢也非常有關係的 就是菲律賓從上個月底 持續在南海進行了軍事演習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要求菲律賓要停止挑釁 也引發了菲律賓軍方的不滿 除了持續演習之外 他們原本立場偏中的外交部長 也在推特上 罕見的使用國罵 請中國大陸的唇枝滾出去 其實這個言詞非常強硬 而且他在臉書上放話 也引起了王上熱烈討龍蝦 想要請教翁教授怎麼解讀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之前看到是 中國大陸有所謂的戰狼外交 在社群媒體上 在推特上面用很強烈的言詞 這一次換成菲律賓外長 在推特上面用強烈的言詞 來回擊中國 他在跟網友之間 他還有做出一些回應 他特別強調的 在他的推特上面強調的回應網友 他說過去從官方的交往 從官方的會議 他自己親身的參與 不斷的希望中國可以和平的相處 不斷的用官方的手段 官方的管道 希望中國可以好好的面對菲律賓 國家利益被損害的問題 但是看起來官方的手段 是沒有任何的成效 才會讓他非常憤怒的 在推特上面發言 所以他的這個發言 跟過去所謂的戰狼式的外交 有點不太一樣 反而是有點利用推特或者社群網站 在訴說一些苦水的感覺 但是我們從這樣的事件 尤其是中國大陸跟菲律賓之間的衝突 可以看出來一點 有蠻值得關注的 是菲律賓的總統跟菲律賓的國內 包括了國防部長跟外交部長 看起來有一些意見的不同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一直在強調 要跟中國做好朋友 有趣的是在菲國的外長 在推特上發言之後 今天杜特蒂先是打了中國的疫苗 接下來又在公開的場合強調 中國跟菲律賓是很好的朋友 希望甚至姿態是非常非常的軟 公開發言希望中國能夠對菲律賓的漁船 更加的友善 能夠讓菲律賓的漁船 有點像是低聲下氣的希望中國政府 可以讓菲律賓的漁船 在菲律賓認為的自己的海域上捕魚 其實你從杜特蒂的說法 你可以看得出來 菲律賓的總統杜特蒂 他自己代表的立場 是非常非常的 可以說是軟 就是弱勢 或者是非常的希望 可以跟中國可以溫和的進行一些交涉 這個跟菲律賓國內 現在包括國防部長 外交部長所呈現的態度 好像產生了分歧 我想菲律賓國內 在中國的議題上 很顯然的已經出現了 總統跟行政長 行政首長有不同的意見 當然總統能不能夠 hold住國內的民怨 現在看起來 菲律賓國內 似乎有非常非常強大的 反中的力量 尤其是針對這個漁業的問題 尤其是針對南海的主權的問題 看起來 杜特蒂好像賭上了自己的政治的資本 要來跟中國保持好的關係 但是在菲律賓國內 好像見到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杜特蒂到底能夠hold住多久 到底能夠壓住這個菲律賓 來自菲律賓國內的民怨多久 我想這是對杜特蒂來說 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尤其中國現在看起來 確確實實不太理會 菲律賓的一些要求 接下來到底菲律賓跟中國的關係 會不會更加的惡化 尤其是美國對於菲律賓的支持 會不會讓南海的情勢更加的緊張 我覺得這是我們在菲律賓 這個南海的部分值得觀察的重點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 就是我們要來討論到 是美國的狀況 其實現在包括在印度 其實疫情是非常嚴重 但是現在紐約最新宣布說 在5月19號就要解封 其實大家應該會覺得蠻好奇 因為在上一次的疫情當中 紐約可以說是重災區 當中的重災區 這麼輕易就解封了 但除了疫苗持續施打的狀況之外 我們也很好奇說 為什麼紐約這麼有自信 而且其實在包括很多地方 都因為政治力上的影響 反而造成了更新一波的疫情 現在在紐約解封的狀況之下 是不是可能也有一些 政治上的角力情況出現呢 王教授 是 如果我們觀察美國 尤其是紐約的政治 大概就如同志予所說的 我們確實會看到 或者是確實會覺得 政治角力的變數確實是存在 如果我們用台灣的疫情標準 或者是比較嚴格的疫情控制的標準 跟各位報告 現在紐約的每日確診人數 大概是三千多人 然後紐約大概已經施打疫苗的人數 大概是三分之一 整個紐約州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數字來看 很多人就會說 也許解封的時間太早 根據紐約州州長 庫茂他的規定 他的宣告是在5月19號 就會正式的在紐約州全面的解封 那麼紐約市長有趣的是 紐約市長是白斯柏事實上 在不久之前才提議說 7月1號紐約市可以進行解封 在美國熟知美國國內政治的人 大概都知道在紐約 紐約市長跟紐約州長 事實上有餘量情結 雙方的競爭 同樣都是民主黨人 但是雙方的競爭是蠻激烈的 所以有一個說法是說 在政治角力上面 紐約州長不願意讓紐約市長 鑽美於錢 好像在錢比紐約州 還要更早的解封 影響了他的聲望 所以庫茂在這個時候 有宣布5月19號的解封 有一部分的原因 有一部分的人解讀 是因為為了要跟白斯柏 一較長短 另外一個部分 也有人說 因為紐約州長庫茂 自己最近深陷了 所謂的非常多的性騷擾的遺云 是不是藉此 可以轉移一些政治上的壓力 政治上的焦點 我想這些都是 這一次的解封 決定的背後的一些 可能的因素 我們當然不敢說 是哪一個是重點 不過回到疫情本身來說 紐約的解封 當然對於紐約的經濟 當然對於紐約 接下來的發展 整體來說是 大致來說 商家或者是一般的民眾 是期待的 只不過當然還有疫情 是不是有第四波 會不會有後續的 爆發的可能 這是紐約的隱憂 不過現在看起來 在疫情的控制 跟政治角力之間 紐約州長庫茂 做出了一個決定 是讓紐約解封 接下來的挑戰 恐怕是只有在 看後續的發展 看看是不是 真的能夠如預期一般的樂觀 可以壓制疫情 又能夠回復經濟的 容景 接下來我們可以繼續觀察 好 我們在今年也非常謝謝翁教授 接受我們視訊連線 提供這麼精品的觀點 謝謝翁教授 謝謝